大家好,我是Kyoko 大家好,不覺不覺就來到8月最後一個星期 我們剛月頭的時候就開始講過關、入境等等的用語 今天就講到他搭飛機的時候有可能聽到的日文 第一個,你搭飛機的時候登機 登機的日文是登機 登機的意思 然後我們的機票,漢字是寫作航空券的 航空券的日文是 然後航空公司的櫃台 就會叫做Counter 就可以用片假名寫Counter 或者有些人會叫做 下一個就是大家最擔心最擔心行李超重的時候 不知道怎麼辦 在日文呢就是 over over 又或者有些人會讀得比較長 就是 over エキセス over エキセス 但應該一般都會說over over 這樣而已 好,接著我們上到飛機了 飛機會分窗口位 和走廊位 在日文是怎樣說呢 首先 是窗口位 窗口位 窗口位是 窗口位是 然後走廊位 走廊位 我們會叫做 Gentiga対し 會寫著通路側 有時候我們會有些手提的 行李上飛機 行李的日文叫做 荷物 接下來我們講幾個關於行李用的日文 什麼行李用呢? 例如我們會用行李車 或者行李託運等等 首先講行李車的日文 即是手推行李的 就叫做荷物用卡 當你到達的時候要拿回行李的時候 就可以在後面加荷物を取ってくる 最後一個要講的就是行李託運 行李託運的日文是 以上就是我想講的 關於乘飛機會用到的日文 或者是乘飛機有可能會用到的山子 明天再講講其他會用到的說話或者會話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如果你覺得我的影片不錯 記得幫我讚好一個和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じゃあまたね 拜拜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你幫忙訂閱我的頻道 左右兩邊是推薦的影片 大家可以按進去看看 還有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和IG 那裡會有更加多日本的資訊 じゃあまたね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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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